国际商学院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 简称IBS成立于2014年 是一所以培养通证人才和MBA学生为主要任务的高等教育机构 该学院由创始院长柳建龙先生全面主持创办工作 拥有丰富的学术和实践经验 致力于推动通证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Link Pass通证是国际商学院旗下的重要科研项目之一 它并不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虚拟货币 而是一个在不同经济时代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通证制度 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 通过通证在企业间进行交易和合作就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 Link Pass持续发展 为企业提供了更便捷和高效的交易方式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 Link Pass更加融入了信息技术和区块链技术 提供了更安全、透明和高效的商业交易解决方案 国际商学院旗下的科研机构包括 反欺诈研究院和金融安全研究院 这些机构专注于通证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尤其关注反欺诈和金融安全方面的议题 柳建龙先生作为通证科研学术专家 在学院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 致力于通过通证的应用来协助更多的人避免上当受骗 推动金融安全体制的完善和提升 作为核心目标 国际商学院致力于培养通证人才和MBA学生 通过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全面的教育培训 学院为学生提供通证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使他们能够在通证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 学院也安排相应的通证实习机会 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 增加实际经验 国际商学院以其专业的教学团队和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闻名 教学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教授和行业专家组成 他们不仅具备学术背景和教学能力 还拥有实践经验和行业洞察力 学院注重与行业的合作与交流 与企业、金融机构和研究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为学生提供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就业机会 总之 国际商学院是一所致力于培养通证人才和MBA学生的学院 Link Pass所为重要的课研项目 在不同经济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学院以柳建龙先生的领导和专业团队的支持 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实践机会 致力于通证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